不用轮群,不用写通讯程序 一次可以读取多个模块的值 对,你没有听错 用这个PRC连接到这个1号站 它具有RTU主站功能 用它可以一次性读取 这么多温度模块的值 网口连接到电脑 打开浏览器 输入192.168.1.12 输入账号和密码 点击登录 通讯参数可以在这里修改 在这里输入每个站的 只读寄存器个数和读写寄存器的个数 打开RTU主站功能 在这里输入您的PRC的IP地址 192.168.1.10 PRC的端口号是固定的102 PRC的类型是200Smart 在这里面就是直接映射到PRC的地址 模拟量输入我映射到VW40开始的连续的40个 模拟量输出映射到VW30开始的连续的两个 连接的状态存放在IP20里面 最后断电重启模块 打开编程软件 没有写任何程序 我们来监控一下温度的值 这个IP20当前值在不断的闪闪闪 说明我们通讯成功了 那这边呢就是读到的温度的值 这多个模块的温度值都映射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来加热一下 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当前温度的测量值除于100就是它的实际温度值 你看这样就一次性读取多个温度模块的值 我用别人编程的时间来喝咖啡 是不是很爽 在那边 是小伙子的 我看不过 你 我你看 你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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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大家